如果你要抓什麼 抓這裡面它 class class 是 RAID 的一個兩個 有兩個 就一個以上的話 那如果你用剛剛的方法 比如說我們剛剛用 find 而且是要抓裡面超連結 所以呢 我要的訊息是這樣 我要這個 class 它是 RAID 然後它裡面的這個 超連結 總共有兩個 所以理論上 print的出來應該是這個連結 這個連結 當然如果我今天 假設我用剛剛的方法 用這一個 這個 find A 的話 那得到的結果當然就是會什麼 得到的結果就只有抓第一個 可是如果我要抓第二個的話 那你用 find 就不行 因為 find 只能夠找第一個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要找第二個的話 其實剛剛的方法也OK啊 那怎麼辦呢 如果你要找第二個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地方改成什麼 第一個改成什麼 find 底線 all OK 然後它抓到的話就是一個 一個那個 這個串列 OK 所以那我要的假設 我要把那個第二個 就是第二個超連結抓過來的話 那就是抓這一個 後面是 two 的這一個 那我當然你如果現在 print 它的話 它理論上會抓到 A 的應該是一個兩個 有三個吧 所以如果把這個 print 出來 你會發現吧 它得到的應該是這三個 有沒有第一個 第二個第三個 因為這個 A 的標籤總共有三個 那可是我不要 我只要前兩個就可以 那前兩個的話 當然你可以什麼 第一個 我可以用中國阿虎 那如果 0 的話就是 抓到是 1 這一個 OK 那如果是 1 的話 假設我現在 1 跟他一樣 那當然呢 我 print 出來的話呢 應該會抓到哪一個 抓到第二個 這個就是從這邊抓到這裡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抓這個 有沒有發現 它已經把那個 這邊的那個 true 的部分抓過來 那可是我要的只要什麼 只要它 href 等號裡面的這一個文字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做 我剛剛講過嘛 你可以用點什麼 點 get 然後 get 什麼 get 刮符之後的話 跟它講說我要 它這個標籤哪個標籤 href 這個標籤 這個屬性 跟這樣 這個屬性 把它 get 回來 它就會抓到裡面的資料 所以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 在這邊出現 2 的 如果你要 一個是 1 一個是 2 的話 那也很簡單嘛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怎麼樣 就是在上面 當然這個已經有一個 1 所以我們 假如說還有一個 很簡單嘛 你就把這邊改成 0 0 的話就抓這一個 然後 1 的話就抓這一個 所以你會執行的話 那這邊就會多 這兩個 上面這個是前一題的 OK 所以 1 跟 2 就被抓下來 OK 但是有個問題 因為目前只有兩個你可以這樣寫 但如果未來有 200 個的話 或 2000 個的話 那你總不可能說 0 1 2 3 4 5 6 7 8... 對不對 那不可能 所以如果未來 假如說數量很多的話 那你應該寫個回圈 有沒有 OK 那这个回圈的写法的话 就必须要把这个改一下 如果你要把它改写成回圈的话 那这个地方呢 前面这个我把它先Ctrl 1 这个当然两个OK可以这样写 可是如果是多个的话呢 那你就变成你要写什么 写一个for回圈 for I in range 不过在写回圈之前 我要先把资料先get回来 所以我先用一个list 1去接 例子1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sp5a 把这个写到这里 意思就是说 帮我把这个所有的A 通通都取回来 OK 那我取回来之后的话呢 放在一个list里面 那我再写一个for I in range 这个前面都写过了 以后这个还蛮固定的写法 那你从第0个 不过好像前两个的话 我们知道0 应该是0到2结束 那就0跟1 0跟1的话那就是前两个 OK 然后把它冒号一下 那如果你要全部的话 就是用LEN 然后刮符list 就是全部都给我把它抓回来 就是全部都给我把它抓回来 然后里面的话就print print什么呢 print这个串列 里面的 这个串列 那里面就加个中华 阿虎 加个I就可以了 第几个 串列里面第几个 那一样用GET 点GET 那如果你现在不GET 他就变成说第一个跟第二个 这什么呢 这原始档 我不要原始档 我要里面的超连结 那就点GET 然后一样喔 就是把HREF 放到GET里面 这个时候呢 他就帮你抓第一个跟第二个 OK 第一个跟第二个 那就GET回来了 好 那这个是用回圈的方式断写 这是第三题的部分 第三题 那第四题的话 第四题的部分呢 他要取得这个FIRTH FIRTH在哪里 这个 这应该比较简单 所以其实啊 其实找FIRTH就好了 FIRTH的这个TEST就可以了 这样最简单 OK 所以如果你要假设要找 那就是PRINT FIRTH A 然后直接抓什么 A 里面的文字 所以点TEST 包括 像其实FIRTH应该是抓到 最简单 因为 我前面讲过了 如果你是FIRTH的话 他会抓第一个 OK 所以第一个刚好是FIRTH FIRTH就抓到了 但是如果这个问题改了 我要抓第二 那你就不能这样写 因为fine只会抓第一个 你要抓第二个 那你怎么办 用fine all 所以应该可以理解 或者如果你不用fine all 那你看有没有类别 有没有 可是类别它又是第二个 它有没有ID 有 所以其实你可以什么 可以用ID来抓 那就也是可以抓到第二个 所以其实抓的方法很多 主要其实就是找它的特征 有没有 第一个特征它一定是A 第二个特征它开始是RAID 第三个特征是它的ID是LIG2 OK 所以要不就是找位置 要不就是找特征 反正呢 各种方法都可以 那哪个方法简单 你用哪个方法 OK 像我自己比较拖 我当时就算第几个 然后抓的到 只要它位置不变动 最简单 OK 如果数量不OK 那你再去找特征 反正应该都可以找得到 所以第一个特征 那其他你们可以再试一看 找第二个特征 这个自己再去找一下 如果你要取两个的话 这个一个两个 这个只要什么 一样print 一样print 5的部分 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抓的话 它可以先抓title 所以你可以什么 印象中它可以先抓一个title 5的话其实不只可以抓一个 它还可以抓第二个 所以你可以什么 第一个抓完之后 再帮我抓第二个 再帮我抓第二个 然后它得到的 如果假设 那因为我抓两个 所以记得不能用find 一定要find all find all 帮我抓两个 哪两个呢 抓title 跟h1 h1其实是标题1 帮我把title抓回来 把h1也抓回来 然后帮我放在一个串列里面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OK 哦 执什么东西看得出来吗 其实这尾巴常常会漏掉一个后瓜糊 有没有 因为常常夹了那个find的后瓜糊 忘了print的后瓜糊 这个好像蛮长的味道 把它print一下 OK 那这样的话呢 得到的东西 我看一下 一脉执什么 h1 跟h1 用find all 有没有掉什么 哦 这里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两个的话 一定要放在串列里面 你不能直接放在里 所以这里的话记得哦 最后呢 一定要再加个 中瓜糊把它刮起来 给它的是一个串列 你不能给它两个条件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 也就是如果你要找的是两个标签的话 那你记得把它放在串列里面 然后再放在find 他就帮你找第一个 再帮你找第二个 然后帮你把它print出来 OK 好 这样的话就找 先找title 再找h1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如果要找的资料 这边的资料 是找什么 找这个东西 一个图档的名称 有没有 那图档名称在哪里 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应该是在哪里呢 它应该是在A里面 而且它第三个A 然后它是IMG 所以其实啦 你不用管 反正你就先 先直接找IMG 好了 然后IMG里面 它有个属性 叫做SRC 所以这个做法 跟刚刚那个find 也有点类似 也就是说你可以 把这个拿来改 A 有没有 如果要抓的话 应该是先抓IMG 所以这个把它改成IMG 然后这个的话呢 改成SRC 因为它是在这个标签 后面的一个属性 那我要把后面属性 这个名称 这个图档名称抓回来 所以我就用这样的方式 那刚好IMG只会一个 不会有第二个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这样 理论下应该可以抓到这一个 试一下 你会发现 就可以把这个图档名称 给抓下来 那个图档名称 跟什么有关呢 比如说你要把网页里面的所有图档 通通存档起来的话 其实可以用Python做 而且程式不困难 第一个你要先抓到它图档名称 第二个跑个回圈 通通把图档名称列举下来 那只要它的那个什么网址 加上它的图档名称 就是它的图档的位置了 那那个位置的话 再来你就把它存档就可以 存档的方式 其实跟那个前面我们存 CSV的方式差不多 就三行 就存档 把它写在回圈里面 整个网页里面的图档 就通通存起来 其实没有想象中复杂 那请各位试试看好不好 画面先还给各位 第三到第六 总共有四题 那参考的答案的话 你们也可以参考 云端百百上面 或者把那个 我刚刚打的程式 一样 放在第五页的地方 给各位参考 OK 那前面三个 这个范例一二三 其实是 比较简单的 再来后面 我们要实战 实战就是直接拿网页上面 所以等一下的话 我要取一个官网 我上个礼拜讲过了 就是TQC Plus 这个认证的网站上面 我有个需求 我希望把上面的这个名称 一二三 它第一个是类别名称 第二个是它 这是证照的类别 证照的中文 证照英文 所以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所以其实它应该有三个栏位 那分别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个网页里面的 所有这些资料 通通帮我抓下来 并且存成也许一个CSV吧 或者存成Excel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 不是叫你要土法链钢 土法链钢很麻烦 土法链钢怎么做 土法链钢这样选 选选选 然后怎么样 Ctrl C吗 然后Ctrl V C 如果你今天假设 Ctrl V 贴哪里比较好 贴以Sel 应该会乱掉吧 OK 所以 假设我今天不是用土法链钢的方式来做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做 比较简单 OK 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刚刚 第三到第六 先练习看 然后再看一下那个 就是我们实际上的网站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实际上的这个练习 那因为 其实你现在打开浏览器嘛 那都是原始嘛 那都是网页嘛 那如果假设 你想要练习的话 应该不缺乏那个范例 只是说缺你要怎么样做 这个问题 我们来试试看 好 好